妳買珠寶會有預算考量嗎 會啊 買不行最好就不要買啊 楊奈文 塔薩克上身 挑珠寶要好又要純 送給妳自己最貴的珠寶是幾位數 應該五位數吧 沒有 沒講五位數耶 就只萬塊吧 比較貴的不會是我買的 兩斤耶 一貫的直球對決 楊奈文講話從不拐彎抹角 喜怒哀樂也全寫在臉上 日前她受邀示範日系珍珠塔薩克 將其喜愛的珠寶飾品 一樣快人快語 毫無分明 我超愛那個 秋葵叫什麼 金蓮 我超愛金蓮 我很少會帶水的 我都帶金蓮 而且我很喜歡 超大的單鑽 鑽石就是你也很愛 還滿嗨的 但是不能是誰站 所以一定要幾顆 蛤 就像上次去參加進去搶手 對 三顆啦 三顆啦 很爽 我最喜歡銀色的東西 所以我很喜歡白金 我今天覺得在創筆的時候 他其實都很危險 我看到他在整理屋上面 他算是加了18K金 不論你喜歡的18K白金 18K白金 所以你的字典裡面沒有18K白金 沒有最好的就是最好的 沒有最純的就是最純的 這位姐姐黃金才有24K啦 不過你對純度還有克拉樹的要求 另一半給我聽懂了就好 在珠寶上大膽嘗試追求極致 就像她近來發行的新專輯 越美麗越看不見一樣 從曲風到主題 滿滿實驗性 就連歌詞 MV都挑戰她出道以來的性感底線 可能是我出道到現在 唱過所謂最性感的歌詞 所以覺得我歌詞的性感 穿著我沒有跟著性感嗎 我不是很那種性感 那是走智慧型的性感 不是走互惡的性感 然後唱完就算了對不對 上午禮拜拍MV的時候 我不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我會演戲 這就是為什麼我唱歌 你對什麼 對啊 你不懂我花了多少力氣 因為導演一直叫我用 去挑逗攝影機 那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你可以重現當劇挑逗攝影機 沒辦法 沒辦法 好吧好吧不比你了 我們還是來複習一下 乃文語錄比較實在 時尚東新聞 沒有最好的就是最好的 沒有最蠢的就是最蠢的 霸道 進去 進去 突然選擇 小白人 進去 有 有